比利时击退英格兰,在本届时足赛获得继军。 欧新社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 2018世足赛今晚进行冠军战法国伙叛克罗埃西亚, 所有球迷并惜一代,昨晚深夜率先由英格兰对战比利时, 最终比利时以2比0击退英格兰获使上最佳成绩, 但令东森美女主播吴宇舒好奇的是, 她的爱犬只要一听到世足转播, 立刻逃窜躲到房间,吴宇舒和爱犬壁卢感情深厚。 翻射自吴宇舒脸书,爱犬的这个举动, 让吴宇舒百思不得其解, 她纳闷说,很奇怪,电视只要一转到世足赛, 壁卢,爱犬名字,马上就躲进房间里。 可是,电视转到MLB跟NBA,爱犬都不怕啊。 吴宇舒苦叛,难道是怕我们大笑? 吴宇舒进来一转到世足转播,爱犬立刻躲到房间内。 翻射自吴宇舒脸书,吴宇舒一连试了世足好几场比赛, 毕鲁真的一看到电视转播世足,火速逃窜立刻躲到房间内,后来把他抓出来。 毕鲁居然还做出假死躺在地上动作,令吴宇舒哭笑不得,还好今晚就是冠军战。 今晚以后,毕鲁应该可以逃离世足恐惧,就算把爱犬叫到客厅,他也会装死躺在地上。 翻射自吴宇舒脸书相关影片,影片取自吴宇舒脸书,如遭移除敬请见谅。